南投人關心南投市 各位鄉親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縣政新聞 于時鄉共和村上沿土坑橋下游滬岸 日前經豪雨引爆西洪沖刷 造成滬岸基礎嚴重掏空 林溪道路也破大洞交通阻斷 縣長林明貞前往現場實地會堪 同意補強基礎搶修 還加碼改善西床 並特別要求施設緩坡生態工法 让防洪建設兼顧生態富裕 縣長林明貞一行前往渝池鄉共和村上沿土坑橋 會看滬岸基礎掏空現場 林縣長正在以掏空的林溪道大坑洞边缘仔細查看 也注意到溪床固床工同樣需要補強 林縣長說将次之約130万元 補強遭掏空的滬岸基礎 並要求新設固常工 因兼顧魚蝦回游生態需求 采取緩坡水道工法施工 共和村沿土坑橋 富岸去沖沖去 我們這條路的土坑已經漏了很多 所以現在漏了一坑 這沒來趕快搶修 這條路的通行就會中斷 所以今天這來看 其實真的有必要 所以我們會請我們水利庫 近視的來搶修 把這個掏空的部分把它改善以後 讓這條路能夠更安全 這樣的一個經費大概是要130萬 我們會盡快的來把這個經費籌足 趕快來修散 把道路做好 把這個堤防改補的把它補好 另外還要做一個附體 我們這個附體希望能夠採取 那個富岸工可以用的斜坡杜 讓我們的魚雷可以疲起來 不然這裡有一個斷層 魚要疲起來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們一定會把它做改善 縣議員謝明謀以及鄉長劉啟凡表示 感謝林縣長答應 盡速修復掏空的大坑洞 同時改善野息的固床工 以免造成更大的災難 因為這個路面掏空 管理看到這個災情 沒有迅速補足的話 會帶成更嚴重的災害 而且他有這個呼籲保育的這個觀念 馬上指示說 這個掛地也要做一個固床工 要斜坡式的固床工 所以館長這個概念 我想不但讓馬上在他的積極的狀況之下 能夠把我們的這個災害迅速的處理 以免構成更大的這個災難 而且有這個環保 這個呼籲的這個概念 才是值得敬佩啦 感謝這次 因為鳳凱館的做生吐司掏空 我們的監督公司 給我這裡 歐一床非常大床 館長清新來到這裡 給我們做到這個修復 總經費也 達到這個一百三十萬 另外 為了要割到生態 我們這個工程 事作規定當中 也繞到餘梯功能 補合我們的生態的這個概念 公務處表示 將按照縣長指示 儘速籌措工程經費 設計發包改善 以避免戶案掏空情形擴大 危及民眾生命安全 並採取緩坡生態工法 讓防洪建設兼顧生態浮育 記者商清福 于池香採訪報導